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顶礼传承大上师 无上神圣为妙法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已经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讲《普贤心愿品》 整个愿文分处义 论义 摩义分三个方面 其中论义将前行旗帜公和真心广大发愿 核心以功德作结尾分三个方面 其中广大发愿当中现在有十六大愿 十六大愿里面第十五个愿 随诸佛菩萨修学而发愿 这个也分随诸佛修学而发愿和随菩萨修学而发愿 第二个随菩萨修学而发愿 随普贤菩萨修学而发愿和随文殊菩萨修学而发愿 有两个科判其中第一个科判里面讲两个颂词 第一个科判是用两个颂词来讲 那么其中第一个颂词已经讲完了 昨天前面说我们随菩萨修学而发愿 尤其是随普贤菩萨修学而发愿 普贤菩萨是一切如来的障子 然后我们所作的三根与普贤菩萨相等同 就是讲这个今天讲第二个颂词 愿生可以恒清净 诸心刹度亦否然 如是智慧好普贤 愿我与比皆同等 这个颂词就是讲到前面说我们发愿的时候 普贤菩萨怎么样发愿 普贤菩萨怎么样回向呢 我把所有的三根也是这样回向 一定要与它相同 具体说来普贤菩萨到底有什么样 跟其他菩萨不同的发愿方法呢 实际上有五种清净 普贤菩萨的五种清净 也就是说 身清净 口清净 意清净 还有行为清净和刹度清净 有五种清净 因为它跟其他的菩萨不相同 有五种清净这样的智慧 诸佛菩萨称之为是叫普贤 一切的出众后结为善的原因叫普贤菩萨 所以我们也愿意跟普贤菩萨的五种清净 一样的共同回向这个偈颂略以上 应该可以这么说 那么具体从广讲 普贤菩萨以自己的身体 也可以说 普贤菩萨的这种身清净 是自己的身体在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微乘差数当中 又幻化成如是多的身体 并且供养十方如来 诚实一切如来 在诸佛菩萨面前听受妙法 并且一一修持 这是圣清净 欲清净以无量的所化众生面前 一个声音变成了如海般的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声音 每一个声音 所教化的众生 也是根基 意乐都是不相同的 而且所听到的这些声音 每一个众生都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利益 所以他的声音 也完全跟我们世间上是不相同的 这叫做口清净 或者说欲清净 普贤的欲清净方法在一刹那间当中 十方无量的刹土都可以观想 一刹那间 一刹那的信念当中 能观想三世诸佛的一切尊严 并且无量无边的如来面前 以自己的音幻化出无数的普贤 供养 成诗 听受佛法 如理修行 度化众生等等 也可以幻化出不可思议的形象 这是意清净 行为清净远离了各种违品 并且能呈现普世 持戒 安忍 精净 禅定 智慧 六波罗蜜多的清净 并且以八功德 世事 三世祈祷品的行为 上供 下侍 度化众生等等 有无量的行为清净 所有的这些行为完全都是 暂时究竟对众生带来如此的利益 除此之外没有像我们圣口医的一些行为 经常自己生起烦恼 让其他的众生也是痛苦等等 不会有任何这样的不清净的 然后刹土清净的话 七世界的所有刹土就像是极乐世界一样 各种珍宝形成的 并且在整个大地上庄严无比 清净 豪华 还有里面有各种宝树 水池 还有以诸佛菩萨幻化的了泪 在当中也有无量的诸佛菩萨 宣说大乘佛法等等 一切的所行全是清净的刹土 这五种清净唯一依靠普善菩萨的大愿力 才可以形成的 《华严经》当中也讲过说 若能发起如是大愿 则等得见普善菩萨 如果我们真正能发起普善菩萨的大愿 那么我们不同的境界当中能得见普善菩萨 所谓普善菩萨的五大清净真正能实现 那这样在整个世界上 为什么普善菩萨所有的菩萨当中有这么高的威望 所有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都要向普善菩萨学习的 愿意只是一般的凡夫人和一般的世间人 根本没有办法能发这种愿 而且也没办法能体现这样的宏大的誓愿 因此我们可以称得上他是完全一种智慧的尊者 所以我也是跟普善菩萨一起要发愿 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想 法王如意宝的一些发愿文当中也经常出现的 我们自己也是可以说 这里好多道友可能没有学佛之前不好说 不知道怎么样 但学佛以后基本上都是学普善行愿品的 很多人每天都是不间断地念诵 这是我们现在里面的有些内容 不一定一一地全部了解 但实际上只要我们心清净来念诵 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是能实现普善大愿 所以这样的普善大愿 一般凡夫人确实也不会发愿的 即使会发愿也是光口头上而已 但我们心清净经常念诵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个功德下面也会讲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心里面想 随着普贤菩萨是怎么样发愿的 他的五大清净在世间的各种刹土当中 如何呈现的话 我也是现在我一心一意地祈祷和一心一意地发愿 到一定的时候在无量的刹土当中 我的身口也完全得以清净 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心里面 想变成一个很清净的修行人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身体 语言 包括自己的意念 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所处 这些都是经常处于一种不清净的状态 不但是不清净的 还有出现种种的烦恼 造恶业 这些通过大的远力来进行 该对治的该对治 该根除的该根除 慢慢慢慢像前辈的诸佛菩萨一样 逐渐将自己心的本来面目真的要真正认识 认识以后 身口意的事 完全是随着自己清净的意乐和信念 能出现一些清净的景象 所以我想我们发愿的时候 一定要普贤菩萨 大智慧者 他怎么样发愿 我的行为 我的生育意 一定要与它相同 现在有时候我们作为凡夫人 可能暂断的时间当中偶尔生起了一种分别量 我要变成一个修行人 我一定要身体不能造业 口不能造业 心里面不能产生恶念 但短暂的时间过了以后 有前世的一些习气复苏 或者对境现前 或者说自己没有一直正知正念等等 依靠各种因缘也会产生一些烦恼 但当你生起烦恼的时候 就像《入行论》或者其他论典里面所讲的那样 立即根除 立即霸除 这样以后慢慢我们的行为会越来越如法 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必然的规律 所以一边发愿 一边向菩萨菩萨修学而回向 那么下面说 随文殊菩萨 第二个随文殊菩萨修学之发愿 我为边境普现心 文殊四立诸大愿 满笔事业 今无欲未来集结恒无卷 就是说 我为了普遍清净 普现心愿的 一定要向文殊四立菩萨 在曾经如何发大愿那样 我也是一定要圆满他的事业 一点都不剩下 并且在未来无数的节日当中一直修学 在修学过程当中我不怕困难 不怕疲倦 不怕痛苦 一直坚忍不怕 坚持下去 要发这样的愿 也就是说 我们修学上面所讲到的 普现大愿的过程当中 肯定有很多的违缘 障碍等等 各种不悦意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想 文殊菩萨曾经怎么样发愿 其实他有一部经典叫做 好像瑜伽《千碧千波教王经》吧 在《教王经》里面讲了文殊菩萨的十大愿 十大愿当中好多都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 比如说别人辱骂你 别人诽谤你 我要发愿 发菩提心 跟这个众生是对我有缘的 凡是很多的众生诸如此类的 有一种善愿和恶愿全部是结为一种回向 或者是结为一种发愿的因缘来摄持 也是摄持 那这样的话 文殊菩萨曾经对无量无边的众生面前 也是发愿 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发愿可以说是轮回不空 那么他的十愿不空轮回不空 众生不空 众生不空 十愿不空 十愿不空 立宗的发心不空 他在其他的一些经典当中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发愿 那么文殊菩萨的这种发愿跟地藏王菩萨的 就是地狱不空 十不偿佛的道理非常相同的 所以我们也要圆满这种事业 圆满文殊菩萨的事业 那这样的话在轮回当中不管是诸多长世家 只要是利益众生的话 我们的行为永远都是不要有任何的厌倦之心 好像《四亿凡天清闻经》里面应该是这个经吧 讲过 说是 譬如大海能吸收一切诸水没有满的时候 如此诸菩萨也如是 所有的菩萨也是如是的 长求法力业务严重有这样的教证 意思就是说就像大海各种水流入大海当中 水永远也是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那么发了大乘菩提心的菩萨 实际上真正求法和利益众生不要有满足性 有法力的满足性不要有严重性 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牢牢地记在自己的心间 你如果没有发大乘菩提心那应当别论了 我们守着戒律也好 或者说表面上看来你踢光头 踢袈裟 这些实际上这种行为有些外道当中也是有的 外道当中也有很多光头的 还有我们现在世间人有些在城市里面 一大群一大群的那些小伙子 他们都是踢光头 一群一群都在街上 甚至有一些美女她们现在特别喜欢踢光头 所以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这种出离心 根本算不上别解脱戒受持者的一些比丘和比丘利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那就成为可以说是大乘的别解脱戒 我们相续当中的戒也成为大乘的别解脱戒 同样我们发了这样菩提心的人 这样发了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的话 光是我们说我要发菩提心 我要发菩提心 在行为当中不要说是来自无数的戒 或者说我们未来集结很无倦 未来无量无边的时日当中一点都不疲倦 不要说这样的连几天当中 几年当中发心的话 有些人真的是最累了 我不行不行 我现在已经两年了 就不行了 我已经累了 我已经卷了 我已经辟严了什么什么 凡是现在我们很多凡夫人的确也 明明知道是对众生有利的 明明知道求法是诸佛菩萨最无上的行为 但是自己的确在一些行为当中并没有这么做到 所以文殊菩萨的确也是 只要对一个众生有利的话 他还是愿意住在轮回当中 其实佛经里面有一个叫做大欲王的菩萨 还是大欲王的菩萨有一种菩萨为了一个众生 也是愿意住在轮回当中无量无边的时日 佛经里面专门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自己也是应该看一看 自己发过大乘菩萨界的愿 发过愿没有 既然发过愿那么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谈了 过去的事已经过延语言了我们就不谈了 但未来你有何打算 你自己应该想一想 我们天天念《普贤行愿品》 念大家都能背 除了极个别的人不会背 然后树里也不会拿《转经论》 我们念菩萨的时候要求大家拿个《转经论》 但是对个别的 尤其南宗这边有几个僧人对《转经论》是很痛苦的 一直是不敢摸 摸了以后害怕破戒 我每次都是看到他们极个别人都 女宗里面好像我现在看到有两个人 一直不拿《转经论》的 男宗这边有几个人一直是在 不知道在念经的时候在大缸里面看什么东西 然后《转经论》也不拿 《转经论》不用的话也可以 可能是不需要世俗资粮的 但是念《普贤行愿品》要不要念呢 如果要念的话要不要想每一个偈颂的内容 要是想的话我们就会念这个偈颂的时候 文殊菩萨怎么样发愿的话 我也是这个发愿 那么文殊菩萨怎么发愿呢 哪怕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有一个众生留下来 我要自己都是不成佛 自己都是不得快乐都是可以的 我还是如果我以菩萨身份来让利益 我一直等他成佛为之 他的发泄力量是这么广大的 所以我们在以后利他的事业上有什么样的打算 有什么样的自己有何感想 自己应该有时候要想一想 如果你哪怕短短的时间当中 真正诸佛菩萨是为了利益众生 这么样发大愿虽然我现在身体做布施 或者说自己所有的这些家产 全部都是真正用来像月光国王那样去布施 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还是要清醒经验的 在你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我要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 而利益众生也是以佛法来饶育是最究竟的 如果有这样的心 那我想是行为当中稍微遇到了一点点的挫折 或者说有一些困难他不会退缩 也不会疲倦应该这样的 在我们身心当中在这里面 将来我们这次通过学习《普贤行愿品》以后 我希望很多人将来真正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上面 大家有一种 每个人都有一种意力 有一种发心力 有些人很有智慧的但是你没有发愿力 将来在真正弘扬佛力上不一定很成功的 有些人虽然没有那么高的智慧 我们在以前法王的一些弟子当中也是这样的 主要自己的发愿力很重要的 有些人发愿特别大的话 自然而然很多行为对众生是有利的 然后自己善法的心也不退转 也不容易被社会的各种污染进入到自己的心 自己的行为自己处处都是有缘分 遇到善知识 遇到一些普贤行愿的维生力 那这样以后各方面应该是比较方便的 这是我们要随文殊菩萨学的 随文殊菩萨的事业是什么样的 大家应该清楚了下面是第十六个 以终结诸大愿二座回向 终结所有的这些大愿在这里做回向 其实刚才这一上的话 有些诸识里面讲是 这以上的 中间的这几个习诵 主要讲实地菩萨的一些境界 发愿的实地菩萨的一些境界 也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我们在这里 现在第十六个终结诸大愿二回向 我所修行无有量 获得无量诸功德 按诸无量诸心中 了达一切神通力 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上面已经讲了十六个 当然里面有很多小的发愿 大的方面有十六大愿 十六大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我所修的一切 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最后的功德圆满之间的 所有的这些修学无有量的 无量无边的 然后他获得的 这个前面是因 然后他获得的果功德 这个也是无量的 其实这个偈颂以前印度有个别大德把它安立为佛地 因为前面是实地的整个发愿 然后这个最后一个偈颂以佛地来讲的 如果这个以佛地来讲的话 那么从第一次发菩提心一直到最后实地末位之间的 所有的行为和发心和这些功德确实是无有量的 大家都知道一般如来的功德 不要说如来所有的声誉意和一切的功德 哪怕是他的肉脊或者如来的一句语言 或者如来一个毛孔的功德 那么得地的菩萨都是难以衡量 阿罗汉都是很难以衡量的 那这样的话他印第的这些修学也是无有量的 不像我们一样的 我们修了 这一辈子我已经修学了两三年 你学佛多少 我学了现在已经第四年了 很长 我现在学了第四年了 你念了多少 哇 我念得特别特别多 大概是可能有十万金刚萨埵星咒吧 现在城市里面的人 自己觉得修学 自己认为是无有量的 但我们看来修学是有量的 不是磕了一万个大土 我修学多少多少 我看了两本书等等 这些都是修学是有量的 然后如果修学是无有量的 你看真的 菩萨光是自己的土木老水 做布施的量都是 我们凡夫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那这样的话他的行为也无有量的 最后功德也是无有量的 那么功德和这样的修学无有量 安住在这样无量的行为当中 无量的境界当中 能了到一切神通力 佛的实力 还有十八不公法 四五位等等 想好圆满这些都是无量不可思议的神通力 佛的不管是身于义的哪一个神通都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愿的时候 那么就是说我所修学无有量 功德也无有量 功德和修学所得到的境界也是无有量 最后了到的神通无有量 神通无有量也就是说 一切利益众生的量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就像《华严经》当中也是有比较相同的 无量无数劫积极致功德 无量劫害中修行诸大愿 什么光束菩萨心 具足一切地 说是无量的劫当中修六度万行 广大誓愿 菩萨的这些行为 最后实地圆满 获得无血体的功德 获得真正的这些功德 那的确最后是很难以彻度的 难以衡量的 难以给别人计算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应该讲到了 最后佛陀的不可思议功德 这种功德依靠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发愿而得到 因此我们在发愿的过程当中也是想 将来有一天一定要让我得到 就像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和不动佛那样 通过无量时日的修行所得到的 生育于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种功德并不是现在世间人的有些富贵人 有了钱自己也舍不到花 给别人也不给 最后死的时候全部存在银行里面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对无量无边的众生 知觉和见解有非常大的利益 一定要我变成这样的佛陀 我们在发愿的过程当中也应该这样发愿 这个是我们已经讲了十六个科判当中的大愿已经讲了 下面讲前一段时间我们讲真心广大誓愿 分一个真实广大誓愿和宣说发愿之计 当时可能有两个科判 但是这个科判我们跟藏文和汉文有点不相同 所以我今天稍微有点调整 到时你们方便的时候说前面那个真实发广大誓愿 我们以十六个科判来已经结束了 其实这个分三 一个是真实广大誓愿和 还有如何发愿回向最后宣说发愿之计分三个 其中第一个真实发愿以十六个科判来已经讲完了 然后现在第二个就是如何发愿回向 前面如果你们科判记的话稍微调整一下 应该就比较不错了 其实《普贤心愿品》 汉文当中是如何发愿回向跟回向的功德两个 汉文当中是先讲如何发愿回向然后就发愿的功德 《普贤心愿品》当中是先讲发愿回向的功德 然后讲如何发愿 但是我们后面的藏文 你们懂藏文的人一看的时候 其实《普贤心愿品》后面全部都是对错了的 从这个以下全是对错了的 方便的时候看怎么样不然 不过藏文的印如果念诵的话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要么用汉文 汉文它自己的一一念诵应该也可以 只不过是我们在《课颂经》里面放的时候 每一个偈颂 藏文的印是可以的 但是那个内容根本不是它的内容 最后面的拿在前面 前面的拿在后面 好像以前我们不知道当时是 我没有注意还是别人放在那里 拿荣科颂记的第一个创始人可能是 但拿荣科颂记对我应该 有错误的时候谁都说跟我没有关系 有功德的时候谁都说强这是我做的 所以这个科颂记不过也这样念诵应该可以的 应的念诵可以的但是后面的意义应该不是这个意义了 我看你们方便懂赞文的话来看 不懂赞文的时候也没事 观清净就可以不过也没有什么 念诵的时候我们汉文念汉文的 赞文念赞文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应该是以后我们如果拿荣科颂记赢的话 应该把汉文拿在最好汉文和赞文对上 这样的话好一点然后汉文上面不用改变 如果汉文自己单独念诵的时候不用改变 在藏文里面念诵的时候 最好把赞文的内容给颂词要对得上 下一次你们编拿荣科颂记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拿荣科颂记每一个仁波切也编一个 然后我们学院里面也是编了好多的 赢了好多好多的 我这个上面有拿荣科颂记三个 你看是这样的一个然后这样的一个 还有这样的一个不知道谁放的 反正我这上面又放了好多 所以这个上面不知道不见学院品是怎么的 但是都是可能 那我说我们如何回向 刚才第二个科盘如何发愿回向呢 也是可能分五六个吧 看看 我们看分几个 第一个 入于菩萨之回向 文殊实力勇猛之 普贤慧行义富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谁比一切长修学 这个是入于菩萨之回向 按菩萨回向那样 我们要趋入菩萨回向的境界的意思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前面是发愿 前面也是讲普贤行愿 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 为什么这里也是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呢 前面主要是发愿十六道愿里面 文殊菩萨怎么样发愿 我们也会愿 普贤菩萨怎么样发愿 我们也发愿 这样的 现在发愿的善根 回向给众生 发愿还是有差别的 我们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它也是一种愿文 愿文的话 自己要发这种愿 我将来如何如何变成这样的 我这样发愿 肯定有这个功德 这个功德我们要回向 但是我们自己不会回向的 那么我们要向谁回向 怎么样回向呢 向普贤菩萨学习 向文殊菩萨学习 向三世诸佛学习 这样来回向 最好里面的有些表面上看到好像都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中间的差别应该是很大的 这样的话 文殊势力用梦知 普贤会心意忽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意思就是说文殊斯尼菩萨三世诸佛的智慧体现 他利益众生方面是非常勇猛的 遣除众生的一切烦恼 黑暗具有智慧的光明 所以文殊斯尼菩萨通过智慧能抉择万法的本性 并且以这样的空性无恶的智慧来饶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这就是体现大悲心 因此文殊菩萨他怎么样回向的话 他完全是以三轮提供 无有任何执着 在现象上他能遍及一切众生作对境来回向的 所以文殊斯尼菩萨他怎么回向呢 他是这样回向的 把这个善根没有任何执着的 全部给予三界无边的众生 这样回向的 同样的道理八大菩萨当中也好 或者无数的菩萨当中 过了以后 普贤菩萨的智慧行为 也是跟文殊菩萨一样的 一方面他通过智慧能断除一切障碍 没有任何障碍 同时他广大的发愿力 也把善根回向给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他应该在菩萨当中是非常勇猛的 应该我们后学者要向他们学习 他们是怎么样回向呢 那么我今天所有的善根也是跟着他们学 我自己是凡夫人 华智仁波及前一段时间前行里面也讲了 我们如果凡夫人实在是不会回向的话 那么念这个偈颂来作回向 菩萨当中也是最主要的两大菩萨 他们为众生怎么样善根作回向的话 我也是这样学习 而且把善根要回向 所以我们有时候时间比较急 或者说实在是没有时间念普贤行愿品 后面这两个偈颂来代表普贤行愿品也是可以的 因此经常我们想到文殊势利菩萨和普贤菩萨在世间当中 在说话面前以各种各样的形象来度化众生 他们利益众生和他们回向善根确实有三巧封辩的智慧 因此我们众生向他们学习的确也是非常大的一种善根 我好像以前也讲过其实他们在我们说话世界当中 也是以各种形象来度众生 我们一说的文殊菩萨他肯定是拿着宝剑的智慧尊者的 普贤菩萨一定会起着大象的 很多人可能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也不一定的 在我们现在的说话当中人当中也有 三知识当中也有 还有旁生里面也是有 以前我好像讲过唐代的独孙和尚 他是天台宗的创世人 他其实白天的时候到山里面去耕地 每天都是耕地 晚上都念《花园经》 每天都是适量如一日的 他有一些弟子 有一个弟子过了十几年的时候 最后他觉得好像在一只上师面前也没有什么 每天都是他老实这个行为 因此他想应该要去朝拜五台山 拜见文殊菩萨 然后他心里面想一定要去 然后就向上师说我要去到五台山 然后上师说你去了也没有什么必要的 在这里好好修学跟五台山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他还是不听的 他说你一定要满我这个愿 我已经发了愿 不去肯定是不行的 我已经发了愿以后你作为上师一定要给我开恩 如果不开的话你不具足上师的法相 开玩笑 这是我中间夹的 然后他就非要去 要去的话后来上师说你如果真的要去的话 我给你烧两封信 你在去五台山的路边把我给了 然后他就写了两封信 外面也有地址的一个叫做清粮子 一个是猪老母 有两个信 他去寻找的时候首先好像找到了清粮子吧 他觉得我们上师肯定要写这一封信 肯定是很重要的人物 他一直沿着这个地址打听打听 最后所谓的清粮子实际上是一位妓女 他当时产生有点怀疑 怎么我们上师都是他认识这个妓女 还给他扫一封信 这封信给给他 给他以后那个妓女一看了信 一看了信以后当场就死了 然后他觉得特别稀有 他想到底在心里面说的是什么 然后他自己打开一看 说是观音菩萨你的度化众生已经可以了 我也想该走了 你也应该跟我一起走吧 他还没有信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哦 这个精已经死了 然后他完成第二个任务 就开始造阻老母 造的话最后远着这个弟子去造 结果真的是一头母猪 然后他就想的是 啊 上师怎么给动物写信啊 可能这个弟子也是笨笨的 然后他把那个心放在那个猪前面的 然后他用鼻子掀开以后 那个母猪也当场就死了 死了以后他也觉得有点稀有 到底心里面说的是什么 然后一看的话说普贤菩萨说 你现在做事情已经圆满了 你也该走了 我也该走了 一起走吧 说了这样 然后他还没有信过来 他觉得上师的心已经交完了完成了任务 他就继续赶五台山 然后去五台山在五台山见到了一个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就说你这个小和尚从哪里来的 一直问很多事情 后来说我到五台山这里来准备拜见这个文殊菩萨 然后那个老年人跟他说 文殊菩萨就是你自己的上师 你应该回去 在这里没有什么可见的文殊菩萨 说完了以后消失无际了 他自己那个时候才明白 原来是我的上师真正文殊菩萨 他一回来的时候 渡僧和尚也已经圆寂了 其实在他的很多公安和稀有的功德 还是说得比较多 你们方便的时候也是应该看看有些历史 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 有时候是一般的善知识 或者一般世间的动物 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度化众生的 原来好像我不知道讲过没有 也是唐代的时候汉山和世的 其实汉山是一个修财 在国庆寺旁边经常在山里面住着的 他的行为比较疯疯癫癫的 风干禅寺当时来国庆寺的时候还是也很稀有 说是汽着老虎而来的 我原来讲《入行论》的时候好像说过吧 但后来有一次 风干禅寺在外面散步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孩子 大概十来岁的一个孩子 然后这个孩子没有家人 他回来的时候跟周围的人说 有没有什么家人谁丢了这个孩子啊 谁都没有 后来风干禅寺自己得到的十德已经得到了 所以他名字也叫十德 但这个十德修行方面还是比较精进的 他们寺院里面要求让他当相等式 当他相等式的时候 据说有一次有一个禅师一看 他把佛像面前的这些供品跟佛陀一起食用 并且他跟一些教程如的罗汉说 你们罗汉什么什么什么 跟他们支支点点地说话正在吃饭的一些境界 后来他们吓坏了不管怎么样 不让他再当相等式 然后让他到厨房里面做粗活 然后厨房里面做粗活的时候 厨房里面经常洗碗的时候有一些洗饭 圣饭 这个圣饭后来韩珊周围 因为他特别特别穷 韩珊当时是一个穷修财 特别穷 然后他经常到寺院里面来 他来的时候也是穿着一个破衣服 他的帽子是属皮做的 那个鞋子是木头做的身上也是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很多的圣人经常说他 经常用棍棒打他 后来施德和他们两个还是变成了好朋友了 他经常洗碗的时候有一些圣饭给韩珊 然后他们有一些比较好的那种 但韩珊经常也有一些好的食指 自然而然流露的 有一次 风干禅师对旁边的一个台狩生病了 生病以后对他进行治病的过程当中 那个台狩问现在到底有没有圣人有没有啊 然后他说有圣者是韩珊文殊菩萨 施德普贤菩萨他们两个就是圣者 然后说了以后 另一个台狩特别对他起信心 马上他用大量的供品有很多随从 他们好好当当地来开始准备供养 汉山和施德这两者这两者本来都是 寺院不受规矩的 不受欢迎的 比较风风点点的 然后旁边的很多僧人觉得有点稀有 后来汉山风干饶食 意思就是说不认识自己是弥陀 说我们为什么 这样以后后来他们说是 有些书里面说是融入石头当中 不知道国庆寺现在有没有 然后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融入石头当中了 风干实际上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但这些的确也是 前辈的这些大德们有些很精彩的传记 我们后来可能有些是完全是信的 有些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神话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意义会有这么想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是这样想的 诸佛菩萨确实化身 幻化是不可思议的 士德和汉山也文殊菩萨 如果我们一般的世间人按他们的行为 他们怎么样回想 我们怎么样回想 可能在当时的人们眼里看来 也不一定有特别值得让我们随喜的 让我们羡慕的 不一定有的 但后人看来度众的事业的的确确也是无量无边的 尤其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包括我们现在我经常也是这样想 我去了五胎山 去了厄弥山 还有其他九华山 葡萄山这些以后 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环遍是各种各样的 有时候也许可能用花园的方式 用一般的一些有很多的人群包括各种首相 有很多方式来 所以我们也应该想 诸佛菩萨的这种幻化是不可思议的 他们怎么样利益众人怎么样回想善根的话 我们也应该 尤其是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怎么样发愿和回想呢 我们也应该发愿和回想以后希望 如果去到文殊菩萨的道场和普贤菩萨的道场 厄弥山和五胎山去的话一定要精进地念诵普贤心愿品 普贤心愿品就是念十万遍 一万遍 我们原来当时法王如意宝去的时候 说是在那里住一百天准备念一万遍普贤心愿品 但前前后后应该有吧 因为上师天天传法大家圣众共同念诵的数量算起来 应该有一万遍一个一个算可能是没有 但是每天没有间断地念普贤心愿品 以后希望有些道友在自己的家里也好 到外面去的时候一定要念普贤心愿品 念普贤心愿品的时候回想也是 要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怎么样回想 我也是跟着他们学要这样做回想 心里面也这样想还要同时也这样念诵 然后我们下面讲第二个小课判 如于诸佛之回想 如佛陀的境界这样的回想 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罪生诸大愿 我今回想诸善根我也得普贤殊胜心 刚才是两位菩萨怎么样回想 我们怎么样回想 这个是未来过去现在所赞叹的 三世诸佛所赞叹的什么呢 就是最深的诸大愿 他们三世诸佛所称谈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普贤心愿品也可以说 或者三世诸佛所发愿的也就是说 我们利益众生和弘扬佛法或者普贤十大愿 这样的大愿 他们怎么样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回想呢 我们今天也讲回想三根 度为得到普贤殊胜心 普贤殊胜心发无上的菩提心 然后行持六波罗蜜多 最后归根基地证悟空性度化众生 是这样的一种心愿 这就是三世诸佛所证探的 因此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是回想 回想的时候就要想到刚才是两位菩萨 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三世诸佛菩萨 三世诸佛菩萨如果你从笼统的 未来过去现在的佛陀们怎么样三根回想呢 我也是这样回想 让无量的发愿力三根增上 让众生获得暂时究竟的快乐 这样也可以的或者你特别地要想一位佛陀 比如说阿弥陀佛从因地到现在国地之间 为众生怎么样发愿回想 释迦牟尼佛从因地到国地之间 为众生怎么样发愿回想呢 我也是如实地回想 那么我回想的这个善根但愿天下六道众生 都无有一个生下的全部得到 并且让他们得到身心的解脱 享受圆满的法乐等等 我们这样回想 所以这两个偈颂文 我们很多的发愿文当中是应用的 实在是刚才我们文殊十里勇猛大 最后我们这里《普贤慧行 殊胜行》 这两个偈颂的话 平时的一些短短的回想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念这么长的《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做这样简单的回想 做这个简单的回想 一 二 三 四 五 那还可以 讲到这里了吧 好不好 讲母诵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